在上阶段导师团战赛中 三位导师战队集结完毕 无论是演绎妇女情深的搭错车 你被子捡垃圾 让人紧张地拖不过气来的谍战经典风声 你才是老鬼 一定要诬陷我了是吧 还是令人无味杂陈 潇然泪下的团员等 要多保重身体 这些作品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终 果丹皮战队黄鹿 稀土部队彭玉畅 火华战队于浩铭 西别舞台 止步十二强 把稀土获成泥 把果丹踩成泥 把稀土获成泥 把果丹踩成泥 在接下来的十二季六的单挑赛分组抽签中 欧阳娜娜出乎意料地和周一维配成一队 一维老师 两人与主题嘉宾乔珊 携手出演《尸孤》 这个组组在舞台上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幻影 大哥 你是好人 你逃我干什么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气啊 乱讲 他们肯定是有收不出来的苦痛吧 最终 周一维战胜欧阳娜娜 占据了一个六强行位 谢谢我的大叔 翟翟翟 翟老师 你成全一下我吧 刘云如愿以成地和翟天琳配对成功 他们连媒演绎的舞台版《红高粱》 完美表达了渔战敖 和久而浓烈如久的爱恨情仇 主题嘉宾蒋欣 也在这个片段中 奉献了十分精彩的演出 我觉得演员跟演员之间 只有一种关系 是最真实最本质的 就是互相成就的关系 最终 刘云票数落后 离开舞台 翟天琳晋级六强 新智雷在抽签中获得选择权 他选择与舒畅二度对决 生我是吧 来吧 天大 天大 两人携手在舞台上 呈现了一出 凄美动人的奇幻爱情剧 画皮 你还真是一直有 为什么要故意接近升哥 我要成为他爱的人 如果你告诉王生 我就吃了他 最终 舒畅略胜一筹 晋级六强 蓝盈盈选择挑战 超强实力派演员 刘敏涛 我选刘敏涛姐姐 两人强强联手 讲述了一个 既温暖又悲情的 公主和亲的故事 我娘 我不去 到了那边啊 你就是人家那边的人了 走吧 阿娘保重 阿娘保重 阿娘 保重 他饰演的蓝齐二 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 最终险胜刘敏韬 成功挺进六强 余悦仙在分组配队中 选择了崇尚自由的实力派演员 林霄素 两人合作致敬经典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其中 林霄素挑战老父亲角色 而余悦仙饰演女儿 这个作品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我对不起你 你怎么了 我扭骨子上了 最终 林霄素战胜于月仙 闯入六强 录制到现在 最难的选择摆在了我的面前 最后 杨乐和张学英组成了一对 这对好朋友配合默契 面对推拿中高难度的盲人角色 两个人刻苦练习 在舞台上呈现了两人参赛以来 最完美的演出 受到了一致好评 我多么希望 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宝宝 我明白 你想有个健康的孩子 一出生 就能看见这个世界 能看见他的妈妈 能看见太阳 会在第一天 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新生代演员的力量 最终 杨乐战胜了年轻的张学英 得到了最后一个六强席位 至此 单单战队晋级人数最多 所以在抽签配对环节 具有优先选择权 你告诉我拿第几个 中间的 中间的 我对火花战队 第一还是第二 第二 来 你们两个拿起手机 对着镜头同时滑开 来 一 二 三 天灵 灵消速 最终 刘烨战队翟天灵 宋丹丹战队灵消速配成一队 这是我大我七点的师哥 但是你要管着他 你要听他的哦 是 听话 配合他 一 二 三 张子怡战队周一维 对决宋丹丹战队舒畅 刘烨战队蓝莹业 与宋丹丹战队杨乐配成一队 哇 经过三个多月的 监控魔力和比拼 本周 第一季演员的诞生 终于迎来了 激动人心的总决赛 脱颖而出的六位优秀演员 将在这帮美好的舞台上 倾助匠心 为荣誉而战 你也挂怂你 我不会让这个孩子 布林木柏的 书有分事 断车而 今晚 节目组还专门邀请到了 决战参谋官陆川 决战评判官陶红 和决战军师吴秀波 现场助阵 给大家带来最专业全面的点评 共同见证 本季总冠军的诞生 大幕拉开 总决赛 即刻打响 好 接下来这个作品 为我们带来对决的事 火丹皮战队和火华战队 火丹皮派出的演员 林肖素 而火华战队应战的演员 翟天林 真的是特别有能力的演员 我是你的上马石 你在我的背上 正正踩了十五年 肖素是非常有个人美丽的一个演员 走开 白鹿园 让我们俩演白家轩和陆子林 白鹿园我曾经拍摄了九颗云 可是我深深地生活在了白孝文的身上 突然间要让我踢出来 再去塑造陆子林 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完全要破掉自己的行为 人物形象在我心中是模糊的 有点困难 只是我觉得有点难为咱俩 他们俩的年龄感 所以咱俩还是得稍微地够人 天林呢他的优势就是拍了那么多集的白鹿园 他对这个故事是有深刻的意见的 这个这句话怎么说了 什么地方 白鹿园的流程低 白鹿园架一张 要是这两块儿低 这两块儿低 这两块儿低 两块儿低 那都像腰为点擦架 家里真是瞪着蜜虾锅你 气死我了我猜 我的对手是可以完全地架于陕西化的 之前白鹿园用的是普通话 加一些陕西的口音 可是现在完全用陕西化 这对我也是最难的一个挑战 天林这个陕西化行吗 所以别把这当成负担 他已经是负担了 我这个也没想到这个 天林这个陕西化行吗 所以别把这当成负担 他已经是负担了 我这个也没想到这个 明天上场之前说什么都好 没有任何的捷径念到念对的 欧浦前后两千万 照相更清晰 好嘞 张复哥是一个演戏很张扬的人 他喜欢把自己的那种爽朗的性格 放到自己的角色当中 我想下一分 什么呢 我骗你 看吧 你跟我说 我一这么说 你就特别感兴趣 哥 这是真的 你试一下 我绝不在这上面多费否则 我们的表演当面非常的不仪式 这是一种表演的意识 这种表演意识 可能会让你的对手舒服 也可能会让他不舒服 在走戏的过程中 白家轩的一些动作 一些行为 我觉得刚才的方向彻底错了 一个戏去评价输赢 只能说他速到这个角色 贴不贴近 最后谁能录更贴近角色 谁就是赢家 他们两位要共同演绎 演绎的片段是由 《矛盾文学奖》作品 白陆远改编的舞台剧片段 演员准备 表演开始 白陆远上 白家和陆家世代交好 又暗中较量 不死你我江远不干的 你下来 我下来了 不久前 白家轩为了阻碍陆子林 抢收李寡妇家的地顶章 和陆子林打了起来 不过 时运不济的白家轩没想到 今天他竟遇到了 要向陆家低头的事 我打坐了 我打坐 坐了 机会 也不想不到 我为北家 传统接待 语向活 对不起我 不ỉ强 我散死我 这是天意 家萱啊 你之前说 在这白鹿园上的地里 看到了一株绿苗苗 长得像鹿角 想想我们白鹿园上的传说 此乃打击之兆 三九天 在地里边看见一株绿苗苗 说明个啥 说明这地下头 有水卖脸 你说的死 陆家爹 我个破地 这块地啊 能保人畜兴旺 五谷丰登 家萱 你是时来运转的 但是我是人家陆家的地吗 对着呢 对着呢 明白了 我要用矮甲最好的地 换他最烂的我个地 我没用备了 对不起 这北甲选 那寡宗呢 我这欺负人的吗 替寡妇出头 他总是大恶 有道理吗 他跟恶说 拿他家的浩迪 换恶家的烂迪 啥意思吗 恶这就挥挥 甲选 这寡宗咋向的 咱这白鹿园上的 白家和鹿家 这是有好戏唱咯 这边是有好戏唱咯 这边是有好戏唱咯 瓜叔 你干啥呢 你 家宣 在寺堂里吃面你 不怕老鼠总生气 那老鼠总气 要是气那个白家的 吃不 今年的洗面 耗着你 没得恨 你吃腻的 饿怕早雷匹 那不能 你明映得恨 你比如说 去媳妇这事 那人家去个一房两房就够了 你也行呢嘛 一下就是六个 六个呢都让你给磕死了 你说你咋弄的嘛 我说 你咋弄的嘛 你咋弄的嘛 子林 崽子前兄弟啊 我跟你说 你可不敢跟别人说 哎呀 你给人看一哈嘛 过来 昊着你 昊着你 你看看这是咋回事吗 你看看 六个都让你渴死 干啥呢嘛 不干了嘛 假选 假选了 不干了嘛 这祖董在这儿 别假的助长大人了 不干了 不干了 你得是规则 不动 不干了嘛 你喝好的 你叫我买大哈 你是谁呢嘛 你是族长呢 对不对 你起开 你都 你都把那寡妇出头了 你兄弟大了 你仁义这嘛 你这个不要练的 四连 你明明知道我今天是要求你 你 你还求我呢 不是吧 你是族长 你厉害呢嘛 你还求我 啥事 我托朱先生 给你舍过了 这次如我祖宗律师 我不想再舍一遍了 对了 朱先生跟我说了 我过 忘了嘛 啥事 你看见我怂娘子 你看见我怂娘子 你舍 好 我这是给你再舍一遍 你挺好的 你舍 我 要用俺家的好地 换你家最难留个破地 要个差价 虎口吃饭 那不行 哎呀 那地呢嘛 那确实是好地 我问过厄达了 厄达咋舍的 厄达咋舍的 厄达咋舍 咱是想当了 那想当就是 缺钱的 缺面的 到厄家去拿 啊 啊 那朱总传下来低的 不能慢呢嘛 哥斯 你达真是这样说的 啊 是的吗 谢谢 哎哎哎 吓得 这是感召 我到你家 想舍三杯斤 咋咋 咋咋 那下来啊 呃 一直拿别人的 容易追断 啊 也不是个事情 呃 咕咕咕咕咕 你刚才舍啥 啊 换地换地啥意思 换地都不懂 啊 好地换坏地 要个差价 啊 瞪蜜虾锅呢 那你想好嘞 不想好 没有啥办法呢 那 我瞒你说 嗯 文蜀都呆来了 文蜀都呆来了 拿出来吗 钱字画呀 都可以了 哦 哦 那可以看一下 文蜀都呆来了 那不能是油渣吧 可是 想躲争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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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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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是要着急呢吗 啊 噩下来 咱们把这两块低 总结的差价给盯下来 行不 能成吗 成吗 啊 好人呢 啥对吗 是这 嗯 咱自我安 咱原商 老逐总顶下得规矩 咱呀 哎呀 啊 按理说 你混成这球样子的 我应该躲给一些的嘛 你是我前兄弟的你 说实话 你真是应该躲给我点 单丝 真 早也得二十个大羊 我得老了 我身体也不好的 还得请绑手绑拱的嘛 十五个大羊 行吧 不行 全员上谁不知道 我这块地 最起码是三十个大羊 你这是趁人职位 你还躲给我 不欢嘞 趁人职位没意思 你站住 我不欢嘞 干啥嘛呢不欢嘞 你还大那样呢 过来 五个 换不 二十四个大羊 二十五个 行不 行哪 行哪 来吧 那帮你呢 来 来 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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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哪 你坐这儿 好这儿 来 来 这撕吗 我对不起祖祖 撕 我对不起祖祖 我对不起祖祖 好吃你好吃你 我知道你是肖子呢 哎呀 我对不起祖祖 好吃你好吃你 哎呀 佳玄 想点 逆点 饿点 那是这儿 明儿个 把第七拿上 哦 哦 咱俩换酸丸丝了 佳玄 这第七 饿拿来的 你够是哈地 你还干啥你 没有预谋 那应该处处围 你着相着吧 你个虽怂 拿去 香脸 好专专 我这儿 当俺姐的坟前 我这儿当俺姐的坟前 歇嘴起 小字 我这儿当俺的坟前 舞历 你上 我这儿头 好专门 谢谢 咱们 那我们 知道吗 我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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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咱们 咱们 货帝 知道为啥不 因为这是风水最好的地 地还要废你 你就是个挂手 多少北不离路路不离北 那咱送你去 挂手呢吗 谢谢演员林肖素 翟天琳 同样也要有请我们的 助演嘉宾杨浩宇 是原版白鹿园当中 冷先生的扮演者 再一次感谢您的到来 谢谢 谢谢浩宇 谢谢 好 三丹老师和刘烨老师 你们对二位演员的表演 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今天一直替肖素捏着一把汗 我很开心看到你演得很放松 也有非常精彩的细节部分 打动我们 我觉得你控制得很好 然后天琳 特别特别谢谢你 把人物塑造得这么灵动 两个演员都非常好 谢谢你们 谢谢 特别感谢肖素跟天琳 然后奉献了这么一段 很好看的戏 也是我们现在决赛 现在该有的一个水准的戏 天琳为你骄傲 好 子依导师 你作为观战导师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观战的心情还是很不一样的 放松很多 很享受 谢谢两位演员 我觉得天琳 我除了周一伟让我心话怒放以外 你真的是 你今天的这个灵动 你今天的这个自如 就让人觉得 你真的是一个特别 这下终于记住我了 摘天琳 我不认识你了 胡说 咱俩合作过 你这么激愁 好 谢谢子依导师 刚才桃红好像是看明白了 你认为他们怎么样 我在台上看到了一种东西 是我在这个舞台上最期待看到的 就是相互愿意拖着对方往前走 其实这才是 两个人交流的戏最重要的东西 不是抢戏 而是拖着对方往前走 摘天琳影学是青岛人是吧 那我真的是觉得你学得非常好 那个萧素就是属于 太得天独厚了 其实让你显得 这戏特别自然放松 就是长在人身上的那个劲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翟天琳特别聪明 他把这个看起来有点陌生的语言 让他戏剧化处理了 然后也觉得很贴合 这一点真的是 你们俩太赞了 真的太赞了 谢谢 谢谢桃红 陆川导演 虽然我 我媳妇也是闪戏人 但是我有点听不太懂 我觉得表演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是 感觉真正的还可以再去 抠一下 比如说天灵 你如果已经了解了他的伎俩 其实你心里是知道的 对吧 那么你从前面到后面 这个过程给我的东西 我觉得好像还差一口气 那么萧素这块呢 就是萧素一门心思 要演一个特轴的特杠的 就要把他拿 这块地拿回来 从你一开始 那么萧素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可以去更能设计一下 这个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边 要排这样的戏非常难 这是我只一个建议 其他的没什么 非常好 进步非常大 对 谢谢陆川导演 点评得非常专业 作为导演你是懂表演的 但是作为陕西人的女婿 你是不合格的 现场的260位大众评审 和12位专业评审 请投票 萧素他收得很好 而且学会了如何去成就对方 翟天林他有很多的精细的处理 应该说这是一个出色眼人的 非常良好的天赋和素质 今天整个翟天林 对于人物的刻画和个性方面 把人物一种小性格和小个性 刻画得非常饱满 通过演员诞生这个节目 我们反而看到了一个 在大众口中完全不一样的灵消素 灵消素将来一定会有 更好更好的一个发展 接下来 第一次来到现场的 与世卫媒体评审团 支持翟天林请翻红色 支持灵消素请翻蓝色 投票开始 谢谢各位 接下来现场的三位评审 决战参谋官陆川 现在请做出你的选择 并说明你的理由 我可能会把这一票给到天林 就这一场小品来说 天林的表演可能更有意思 更风趣 更松弛有度一些 决战评判官陶红 我会把这张票 投给翟天林 因为在舞台上 两个人是拖着走的 我可以感觉到 翟天林更加 一直希望能够 把持这个舞台这一场 这整个一场戏的一个节奏 他在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 这是我看到的 决战军师吴秀波 如果说有一个演员 在拖另外一个演员的话 我恰巧觉得是 肖素今天很本分的表演 成就了天林今天很灵动的演出 虽然表演不能比 但就是一个结果论 我把这票投给天林 经过公证员的公证 所有的投票结果 已经在我手中 首先我们来公布 专业评审团的投票结果 林肖素 10票 翟天林 110票 媒体团 林肖素 15票 翟天林 35票 观众投票 翟天林 170票 林肖素 69票 总票数 翟天林 465票 林肖素 94票 恭喜翟天林 获胜 我跟肖素哥是同门师兄弟 我们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所以从来的时候 他就在帮我 托我 所以谢谢你 演员一秒入戏 2000万看清演技 OPPO晋级时刻 恭喜翟天林 成为本季演员的诞生 三强演员 节目组为肖素准备了一个奖杯 我们颁奖的理由是 林肖素是一位表演非常有张力的演员 这么多年不断的积累 来到了这个舞台之后 凭借自己的表现 给了大家一个惊艳的亮相 而随着之后节目的进程 也给观众奉献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彩作品 因此 节目组特授予它 惊喜演员的诞生 感谢演员的诞生这个舞台 我是真心谢谢你们 真心的 感谢观众朋友们 无论是在这里坐着的 还是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 在演员的诞生这个节目里 我觉得我获得了勇气 我敢于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我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去演戏 但是我现在做得好 感谢我太太 她一直在我身后鼓励我 入喜马拉雅APP剧本推荐时刻 接下来表演的剧本 是由喜马拉雅APP节目专区票选产生 大家也可以去喜马拉雅APP演员的诞生专区 为演员投票 选出心中最佳演员 接下来为我们对决的是 稀土部队队和果丹皮队 稀土部队派出的演员周一维 果丹皮战队应战的演员舒畅 周一维和舒畅这一组的表演 我不担心 因为我知道周一维的能力 周一维太强了 舒畅也不弱 孝庄秘史 我以前演过 多尔滚大鱼儿 没有想到我这次演的 居然是孝庄秘史 我是因为孝庄秘史才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当时演的是董俄飞 时隔这么多年挑战大鱼儿这个角色 对我来说还是挑战很大的 是鱼儿想要的 那你想要什么 你告诉我 鱼儿想要王爷远离这个皇位 你觉得什么片子是鱼儿想要的 我对那段历史没有那么了解 多尔滚是一个什么人 他大概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说话的方式 我先会在我的记忆库里去找 有没有这样的人 大概他们是什么样的 他之前好像没有看过这部戏 所以对多尔滚和大鱼儿的情感纠缝 了解的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们还要再继续地磨合磨合 我现在担心起调 古刚戏的这个调 他们说原来这个剧本的调 比现在还要重 但我总觉得好像有点问题 那就是有一些台词得拿着说 有一些台词得顺着说 对对对 跟紫衣简单聊了两句 一个表演分寸的问题 是知乎折野 还是说古代野说大白话 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分寸 来让观众看才是对的 哈喽一位哥 我是纸雷 很遗憾没有跟你一起 你跟这儿到楼墙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冠军的52人选 加油 一位哥 哈喽一位哥 我是彭彭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突围前三的 好演员就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他 我在这里终于齐开得笑的 加油一位哥 相信你还是最好的 七组部队与你同在 加油一位哥 我永远支持你 我舍机子掉了 我永远特别有挑战 是我有史以来接到最有挑战的角色 你可以的 每一次演 因为都是真的在感受舞台 观众 对手 你多方面在感受的时候 你会有调整的 你是要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 只会打仗的豪格 来做皇帝吗 如果你做了皇帝 你会放过豪格吗 你这块一定要跟他一样情绪 他说你会这样吗 那你又会这样吗 好 情绪的转换呢 还有这个人物关系啊 要处理的特别的把握好分寸 很难演 从前黄太极夺走了我的皇位 夺走了你 夺走了属于我的一切 到底什么才是在舞台上 一个历史戏 一个古装戏 该有的味道 该有的调性 这是困扰我的一件事情 我很期待和周一维合作 予强则强 给自己加油打起 演员准备 表演开始 公元1643年 请太宗皇太极驾崩 其长子豪格 与其十四帝多尔滚 各自手握重兵 对皇位虎视眈眈 就在大清继承者 悬而未决之时 多尔滚 奉赵 来到了御书房 请十四王爷 在御书房 诶 王爷 祝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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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那笔的分量可不轻啊 若要用他写字 王爷可是准备好了 汉人精通书法 不是因为笔好 而是因为拿笔的人知道 该如何用笔 欲笔 说到底也不过就是支笔 我拿不得吗 只怕王爷拿起这支笔 想写的只有一个字 什么字 反 我今儿个累了 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吧 庄妃 我听说 王爷的两白旗和正兰旗已经进驻到圣经可有此事 我带我的兵回来是因为大清无主 我担心 奸邪之人浑水摸鱼 我还听说豪阁的三骑兵马也在来圣经的路上 难不成你们要把前线从锦州拉回到圣经吗 这外头的事情都是谁告诉你的呀 别管是谁告诉我的 你只说是不是真的 难道这还不是谋反吗 那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位子 皇阿玛当年本就是要传位于我 是他抢了我的皇位 今日 我拿回的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难道不应该吗 我做的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呀 是你要当皇上 与我有何干 当年他趁着我远征的时候逼着你跟他成了亲 显而今他死了 胸中地疾 天经地义 是 我就是要做皇上 我到时要看看 谁能够拦得住我 等我真的做上了皇上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这大明的江山作为聘礼送给你 我要封你为后 王爷的聘礼 是不是太重了 被你 不重 可王爷有没有想过 你说的这大江山 是万千将士的血肉 是亿万百姓的疾苦 你觉得这样的聘礼是鱼儿想要的吗 那你想要什么 鱼儿想要王爷 远离皇位 你不让我做这皇位 难道你是想让我眼睁睁地看着 那个只会打仗的豪格 坐上这帝位吗 那我问你 如果你做了皇帝 你会放过豪格吗 不会 那如果豪格做了皇帝 他会放过你吗 不会 无论你们两个谁坐上皇位 对大清都是威胁 你们夺到的不放心 夺不到的不甘心 无论录死谁手 都免不了一场手足相残的悲剧 到那个时候 你们拿什么脸去见祖宗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你才觉得行呢 好 我告诉你 另立新主 立谁 立福林 立福林 从前她的阿玛 抢了我的皇位 抢了你 抢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现在她死了 她离开了这个位置 可是你居然 让我再立她的儿子 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吗 福林也是我的儿子 福林年少 对谁都没有威胁 他做皇帝 可以免去一场手足相残的悲剧 而你是摄政王 你手握大权 辅佐社稷 你就是当朝第一大功臣呢 月儿 十几年了 你一直跟我说 你和她之间 没有情谊 可现在看来 你时时处处回护着她 还是她 徒儿贵 我护的是皇太极吗 我护的是大清积业呀 大清积业是我 多儿滚 一点一点 一滴一滴打下来的 十几年了 有多少王公贵兆 想要拥我为敌 可我却一直心甘情愿地 护着她 我护着的是她吗 我护着的是你呀 她死了 现在这张椅子就空在这儿 等着我 可你却居然还要我 把这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 摘上出去吗 多儿滚 难道你忘了吗 你曾经发下的誓言 誓保大清 不生一心 数有非是 短折而死 难道你都忘了吗 其实 只要你知道 多儿滚 空空如也 多儿滚 今日我只最后问你一句 大鱼儿 在你的心中可曾 真的对我有过情意 月儿心中对你的情 永远永远都在心里 我爱了半生的 大鱼儿 我这半生 所为何来 每一样本来 都是我的呀 跟我却一样也找不回来 到最后 是我诱化的 却只有从前 草原上的那一方 小小的马背 小兽 感谢演员周一维舒畅 大家把掌声送给游小刚导演 谢谢您 紫衣导师 今天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 他们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 这个舞台已经不属于我们 再去说哪一个演员更好 哪一个演员有一点瑕疵 我觉得这些已经真的都不重要了 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去完成这样的 这么难这么大的一个作品 谁也做不到 舒畅你比我小很多 但是你很成熟 你对于角色的处理 你都是聪明的 我特别开心能够更多的机会 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你 谢谢紫衣老师 周一维是我们稀土部队 唯一的一个战士了 一维我们的唯一 他昨天跟我说他特别担心演古装 很难去控制那个度 因为古装的台词会很容易就很夸张了 尤其又要演这么强大的一个角色 一点问题都没有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觉得确实像子怡说的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权力 再去批评你们哪不好哪不好 我觉得我已经也不忍心讲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好 我是一个观战者 我没有说所谓的自己的这个队员 在上面比赛那种紧张 我完全去感受 今天在这儿的所有的气氛 真的特别好 陆川导演 我觉得演得还是不错的 其实伊伟有一个很好的处理 就是他一直在看椅子 这舞台上在我看来有三个人 除了你们俩 还有那个死去的黄太极 这黄太极是挡在舒畅你面前 去看到多尔滚的那座山 就这个女人 她的动机是什么 她可以去利用多尔滚 对她的爱去保护自己儿子的王位 我觉得一个最好的表演 不是听到一堆口号 是看到你的欲望 你可以给我邪恶的欲望 你可以给我正义的欲望 如果你能往这儿发展一点 我都觉得你是 你会从好演员 变成优秀的伟大的演员 然后伊伟呢 因为一贯的好 所以其实我对你的预期 就越来越高 就是如果你能把看黄太极 当做一个事来对待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对不起 我这 因为挑刺了 对不起 但我觉得特别好 谢谢 非常好 好 谢谢 谢谢陆桐导演 谢谢大爷 秀波我已经看你痛苦地 思考半天了 说吧 我们演员心里清楚 演员最要遵守的守则叫做 真听 真看 真感受 所以我以为这个表演 进入了某一种旋律的误区 当舒畅哭了以后 他整个心理节奏才跳出了音乐节奏 就是我们之所以演古装戏 要把台词形成某种美感 是因为它毕竟是古装 要拉远跟观众之间的距离 但是如果要让观众看得懂 和听得进去 你又必须得真听 真看 真感受 所以这两门功课搁在一起 非常之难以调度 这个尺度把握不好 就有人可能说 你演的不是古装戏 是现代戏 但如果有人演飞了 人说你是在朗诵 不是在演戏 我只是从专业上 来琢磨一下这事 因为我不敢品评 我自己不认为 自己是个好演员 刘导 苏畅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八岁就在我这儿演戏 很灵秀的小孩 成了一个能够在舞台上 撑得住也 孝庄这个人物的 这样一个女演员 同时我也非常惊喜地看到 又一个端儿滚 一直在有人 想重拍这个笑装 我说不拍 不拍 我找不到这样的演员 那么今天我看 我觉得他们都具有了 这样的实力 这是 恭喜二位 我的第一个看法 但是坦率地说 我说今天也给你们 出了个难题 你们两个在台上 讲的题目太大了 真正打动他们两个的 不应当是 这个家国 权利 严格地说起来 是他们之间的爱 对 我觉得今天这个剧本 赋予你们的爱太少了 让你们说的大道理太多了 所以讲坐在这个房间里面 再去说打青的鸡 谁当不是当啊 谁当都是当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关键问题是 是因为爱而放弃 所以我觉得演员的表演 是完美的 尤其是周一伟的 《多尔滚》的这个把握 是让我很满意的 祝贺两位演员的表演 紫怡导师和丹丹导师 你们可以分别为自己的 战队的成员拉拉票 紫怡 你先来吧 其实这个舞台的演员 都特别棒 周一伟是其中的一个 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 无论结果怎么样 我都希望他成为我的男主角 对不起 丹丹导师 我现在开始给我的队员拉票 在舞台上 不管周一伟多帅 舒畅依然吸引你们的眼球 对 谢谢 对不起 周一伟 而且舒畅是一个心存感恩 非常有温度的一个女孩 所以演员不光有演技 她还要有演员的修养 舒畅是一个有非常好 演员的修养的演员 谢谢 谢谢老师 那我站起来一下 因为我刚刚说那么半天 我其实拉票的时间并不长 那个周一伟 他去选择了那么多不同的角色 是因为他作为演员 他有这个张度和他有这个力量 他可以尝试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再补一句吧 就是大家 而且我们也就剩一个人了 你们刚才应该手下留情 收拾一点 就是刘晏你真是 刘晏老师 此时此刻您应该说那三个字 特别好 刘晏老师 您如此的搞笑幽默 一定是看了内涵段子一批吧 那可是段子有内涵 聊天更好玩的搞笑娱乐社区哦 这就叫戏剧的反转 接下来有请260位大众评审 和12位专业评审 做出你们的决定 周一维他的表演是很稳的 他整个的气场 包括对于角色的这种掌控力 我觉得他已经成熟到比较游人有余了 舒畅他每一次的角色都是不一样的 他今天的就是表演上的突破是很强的 媒体评审团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红色代表周一维 蓝色代表舒畅 请投票 好 决战评判官陶红 我这票决定投给周一维 相比之下 他在台上更加稳健一些 决战参谋官陆川 怎么办呢 我这样吧 我这票投给这个舒畅 就是衣维一贯的好 但是呢我想提就 我希望你能有变化 但是今天我觉得 你没有到上那个状态 因为舒畅其实虽然踩着高蹺 但是其实站得还挺稳的 我自己觉得 所以我想支持他一下 好的 谢谢导演 《决战军师》吴秀波 就说我们还是要权衡 哪个演员还能在台上 展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投给周一维 首先揭晓专业评审团投票结果 舒畅20票 周一维100票 媒体团投票结果 舒畅14票 周一维36票 观众投票 周一维154票 舒畅98票 总票数 周一维390票 舒畅182票 恭喜周一维 获胜 获胜 演员一秒入戏 2000万探清演技 OPPO晋级时刻 恭喜周一维 成功晋级 本季演员的诞生 三强演员 这次排练是因为出场非常专业 所以在交流的时候特别顺畅 在排练的时候 我是很愉快的 这个愉快 我相信你一定能感觉到 对 其实我们在排练这出戏的时候 我感觉依维哥特别像一位导演 对 他在教我怎么去处理一些台词 怎么去把握节奏 所以我要很感谢你 希望周到以后 我们有机会再合作 好 那我们请你到台下做个准备 对 继续我们的表演 谢谢大家 加油 多多精彩内容 幕后话序登陆 独家网络视频平台 继续深入观看 单单导师 请你到台上来 谢谢老师 舒畅 在舞台上的表演 生动 自如 而富有灵性 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而观众的支持 来源于自身过硬的演技 节目组 特授予你人气演员的诞生 谢谢 我相信 这个人气演员 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感谢观众对我的支持和喜爱 我会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的 谢谢你们 我觉得我很勇敢 每一次都是全新的挑战 我一路走过来 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到现在 我觉得我自己很棒 接下来表演的剧本 来自喜马拉雅APP 节目专区票选产生 大家也可以去到喜马拉雅APP 演员的诞生节目专区 投票选出 心中最佳演员 好 接下来要对决的是 果单皮战队和火华战队 果单皮派出的演员是杨乐 火华战队应战的是蓝莹莹 我觉得是莹莹她的个人 有一种很强的魅力 蓝莹莹是一个实力 非常强的女孩子 杨乐的进步 我觉得是有目共睹的 橘子红了 橘子红了 你知道吗 你说话其实特别像一个人 我们居然呢 要不给杨军先生的视频一下 领导 哈喽 王老师好 你们两个方在一起 不是有意思 这是缘分吗 这系列东西 我们是不是互相之间配合 才能够好 是 行 那您注意休息 好吧 好 还是晚安 拜拜 晚安 这些舞台就是不一样 你在这个舞台上演过年代吗 没有 我也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 咱俩就是第一次 对 这也是特别大的挑战 橘子红了是一部很经典的电视剧 但是确实离现在有点久了 要去重新熟悉那个语境 熟悉人物关系 是需要花工夫和花时间的 这俩人是什么状态 什么关系 刚拿到剧本的时候是一头目睡 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解读 或者理解这个文版 要让秀和反应过来呢 我这儿有三个 这个角色有一种骨子里的自卑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稳的角色 这是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 我觉得在三个当中 最难的应该是橘子红了 而恰恰分到这个演员组 又是两位最年轻的演员 我有一点担心的 杨乐他跟蓝盈应应应该是势均力敌的 如果在他们两个当中选择一个 作为预判的话 我认为蓝盈应的胜算会更大 想着你跟大哥之间差了三十岁 想着你不应该过这种日子 杨乐老师呢 他本身的金枪 就会带着一点 就是年代的感觉 其实我反而觉得 他在年代系上的把控 应该是占有优势的 你要逼迫他 稍微语言当中 有一点点要进攻到 好 金正老师我要落到这儿是吧 我要坐到这儿 顺势 如果说你觉得 你被说的 确实有点惨 所以想做你就做 每两个演员相比 我觉得可能最终的变数 还是剧本和角色 这是唯一的变数 走到现在 我们唯一想的 就是要把这个作品也好 我相信我跟他之间 能碰出火花吧 演员准备 表演开始 曾太太 外面要下雨了 小翠 六爷 您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嫂子 给您带了点特产 送过来 谢谢 小翠 你去橘子园看看橘子成熟了没有 然后摘两个回来 你是不是 我 我 你不是说你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吗 你怎么啦 你不是说你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吗 你怎么啦 我 我离开这两个多月 无时无刻不再想你 我想着你和大哥差了三十多岁 我想着你被大嫂招进来 只是为了拴住大哥的工具 我想着你的日子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想着是我们先认识的 你别说了 这是我的命 这不是你的命 小河 我这次回来已经想好了 我要带你走 你带我走 你这个时候说带我走 大太太替老爷 把我领进荣家的大门 你当时应该一眼就认出我了吧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带我走 我进荣家三个月了 老爷一直在省城 根本就不认识我 那个时候 你为什么不带我走 是我没用 我从小是我大哥一手大大的 我的一切都是我大哥给的 我从来没想过做对不起他的事 我从来没想过做对不起他的事 我刚没想过跟他争什么 我刚没想过跟他争什么 我要带你离开 我再也不要和你分开了 我已经习惯了 和打我三十岁的那个男人一起生活 我习惯了每天和大太太一起 等着老爷回来 这些我都习惯了 我答应过大太太的 我一定会和他一起 拴住老爷的心 小河 你在怨我 你怨我带你走之前的那天晚上 和你一起喝醉了 第二天就没带你走对吗 是 可是我愿的不是你没有带我走 而是你清醒后说的第一句话 你说 你对不起你大哥 三太太 橘子 还没红透呢 现在吃啊 现在吃啊 可能还有点酸 没关系 这两天我刚好想吃点酸的 也对 酸儿辣女 吃酸的生男孩 你说什么 六爷 你还不知道啊 我们家三太太有喜了 小翠 你别多嘴 下去吧 小翠 小翠 小翠刚才说什么 我有你大哥的骨肉了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你没 因为大嫂跟了大哥 这么多年了 他们也没有 那是因为大太太 她没有儿孙命 可省城的二太太 和大哥两年多了 也没有啊 这就是为什么 大太太她招我进门 她想让我为了老爷 生儿育女 招她回来 这就是我的命 秀和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到底想说什么 大哥他根本就不能生育 你说什么 不能生育 我有个同学 从法国学医回来 帮大哥检查了 他不能生育 那我这孩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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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小河 小河 你听我说 我们现在就去求大哥大嫂 求他们放我们走 无论如何 这个骨肉是荣家的后代 我这孩子是你的 小河 你别担心 我会把所有事情解释清楚的 这孩子是你的 对 是我们的 你放心 我不会让这个孩子不明不白的 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好啊 我们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我带着你和孩子原走高飞 我们现在就走 我不会跟你走的 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把孩子生下来 我是孩子的店 把这块烂在肚子里 以后永远都不要开口 不要说 为什么 老爷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他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骨肉 你要跟他说什么 你跟他说孩子是他弟弟的是吗 你就不怕他会疯吗 还有 我是大太太领进门的 老爷现在一定很感激他 如果他知道真相的话 大太太他还活得了吗 会出人命的 会出人命的 我会出人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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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的命呢 你的命呢 我们孩子的命呢 这就是你的命 你得认命 离开这里 走得越远越好 我不能就这么离开 你只能这么离开 而且要把这里的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的 我会 继继继续给老爷去当三太太 我会好好抚养孩子 跟大太太一起拴住老爷的心 因为这是我的命 秀河 从此以后 叫我三嫂 六爷 三太太 老爷和大太太回来了 请二位到前厅用餐 秀河 再过两个月 橘子就要红了 谢谢演员 蓝盈盈 杨乐 谢谢助演嘉宾 明丽 谢谢您 先请休息 谢谢 杨乐和蓝盈盈 是我们所有演员里头 最年轻的一对组合 我记得在分组的时候 你特别希望杨乐 能和蓝盈盈一组 怎么样 今天二位的表现 你满意吗 我觉得真的是不能想象 不到24小时 就可以排得这么完整 我真的没有办法评论 说哪个更好一点 因为给的角色不一样 这个本身剧本赋予的蓝盈盈呢 就更多一点 但是我必须得说 杨乐真的你可以完成得这么好 真的是帮助蓝盈盈 拖起很多戏 两个人搭配的 太需要我们夸奖了 两个孩子 你们真的太好了 特别好 特别好 现在不是老拿这句话 特别好 刘乐导师 请你评价一下二位表演 特别好 特别好 演员跟演员之间 是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 两人都一样重要 都一样的优秀 谢谢 紫衣导师 我没有太去想 哪个演员的 哪个节奏 哪个点 我就是很投入地 看了一段戏 两个人都很稳 很踏实 然后很在角色里面 我很享受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紫衣导师 谢谢 陶红老师 我真的是很惊讶 在那么短短的一个片段里面 基本上我已经通过这一个小品 把这个整体的故事看完了 所以你们俩好强大 但说一点点缺点 我觉得更像看了一个影视剧 在这个舞台上呢 整个舞台样式 你们有点吃亏 但是还是非常祝贺你们两个 那么难的一个东西 谢谢 陆川导演 我觉得在看到你们俩的表演 感受到一种戏剧之美 看到一种表演之美 他们的所有的表演 让我感觉心很静 但是里面的力量很大 你比如说盈盈说那句话的时候 她说从今天开始 你叫我三嫂 我看到她那个扇子在抖 从此以后 叫我三嫂 我能感受到 她那个表演的这个整个的入戏 我觉得盈盈是一个 太有天分的一个演员 非常非常棒 谢谢你 杨乐 因为我觉得她跟大多数在舞台上 其他演员的表演方式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 发现她确实 她是学的另外一套方法 但是在这舞台上没毛病 所以我很难选 因为这是一台 这是一出戏 这已经是一个作品了 而且两位演员在互相成就 他们是伟大的对手 也是伟大的伙伴 祝贺你们俩 谢谢 谢谢陆川导演 好 该我们军师吴秀波 我没见过你演戏杨乐 但是你从开场进来以后 几乎没有出毛病 完完全全在那个人物里 但是真的是特可惜在 有一句词 就是当那个丫鬟 在对小姐说 你已经怀了 大老爷的孩子呢 你的第一句话 也对 酸儿辣女 是酸的 生男孩 你说什么 你的反应太快了 那是天大的一句话 因为观众也许不知道 这是意味着什么 但你全知道 而那一刹那 一旦达到了那种状态 你后面的表演将完全不通 还有蓝盈盈 你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演员 你反应速度之快 几乎超越了很多演员 但也是有一句 就是这孩子是 那句太重要了 我只是觉得他们演得好 就是如果真的是 在那个状态下 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接下来 让两位已经很劳累的演员 再做一个简单的小品 你们两位是两位 手机推销员 杨乐 给你设定的角色的特点是 有一些交流障碍 蓝盈盈 你来演一个脾气暴躁的 手机推销员 我觉得秀波应该上去 帮他们演出秀波 对 你演一个过路的 他们向你推销 向你推销 他们可以有一些点 来 欢迎秀光老师 你先上 你先上 你要是赢了这个提成的话 对吧 到时候分我一半 我不跟你抢生意 行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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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上 开始吗 这就开始 开始 您好 买手机 买 买 行了 再去试一下 那什么 那个 不 不 不 没事 没事 我见的也多了 要不然咱们先带他去趟医院 买 钱 你干什么呀 不好意思啊 OPPO 21S 前后两千万 拍照更清晰 一秒钟入戏 来 是吗 那个 我也是刚来这儿 真的不知道你们俩是干嘛 手机 是卖手机吗 确定你们是卖手机 手机 两千万 开发票 您买吗 发票 您买吗 是这样 我平常不用手机 我也不会用这些 特别高端的手机 我这爆脾气我就忍不了了 我跟你说 我们这手机特别特别好用 真的 您平时不用手机没事 拿来切菜 行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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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 对 是 多方力 是不是 多方力 是不是 还是这样 因为我真的 那个什么 我没带那么多脚 放 不 撕下口袋里 快 撕下口袋里 我没碰过你 撕下口袋 撕 撕下口袋 撕 我没碰过你 撕下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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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这样 那个 你那天 我 我 你不拍 我 我知道 你不拍 我知道 那什么 我真的见得多了 但我真没见过你们俩这样的 他也得倒下 赶快倒下 很厉害 对 对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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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得了 那在这么快乐的情景演绎过后 我们也要来感受一下严肃紧张的BOSS团的点评 角色真的没有高低输赢 但是今天真的是眼神上和这个眼泪的控制上 情绪上真的隐隐胜了一筹 谢谢 那接下来260位观众评审和12位专业评审就要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了 请投票 媒体宝宝团 请做出你们审慎的选择 红色代表支持杨乐 蓝色代表支持 盈盈 请投票 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决战评审官 我觉得从这个角色的丰富性和难度上 那我选了蓝盈盈 谢谢 1 这样 因为我确实看到了杨乐的巨大的劲 杨潮 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戏德意德都非常棒的演员 我把这票投给杨乐 这个我一点都不觉得杨乐的角色好演 因为简单的来说 杨乐的角色在整个封建社会中 这是一个大不伦的角色 但是我确实看到他用他自我的天性 在捍卫这个角色 把这个角色洗刷得如此干净 我把这票投给杨乐 谢谢 谢谢 公正人员和导演组正在紧张地统计投票结果 有请导演为我们送上结果 在公正员的监督之下 所有的投票结果已经汇总到这个信封之中 接下来 首先公布 专业评审团的投票结果 杨乐10票 蓝盈盈110票 谢谢 媒体评审团 杨乐12票 盈盈38票 目前 大家的心都还是悬着的 因为 还有260名观众评审 他们的投票 会是如何 观众投票 蓝盈盈140票 杨乐108票 总票数 蓝盈盈338票 杨乐230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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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盈盈 演员一秒入戏 两千万看清演技 OPPO 晋级时刻 恭喜蓝盈盈 成为本季演员的诞生 三强演员 不管说 我们谁 在这舞台上晋息了 其实都不重要 因为我们都是演员 当然 当然 好 谢谢蓝盈盈 有请您继续准备 您去把你淡淡姨接到舞台上来 杨乐 所有的朋友们 都非常喜欢你 让你的丹丹阿姨 发给你一个奖杯 好不好 杨乐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是他勤奋的学习态度 和自身的领悟能力 让他在这个舞台上 以惊人的速度在成长 因此节目组特授予他潜力演员的诞生 好 谢谢节目组 我知道在这个录的过程当中 你们也受到了委屈 你们也受到了非议 但是加紧坚持住 真的 需要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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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你们 谢谢 杨乐 谢谢 谢谢 这一路走来 最大的收获之一 就是能够和丹丹老师在业务上 有交流 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已经足够了 现在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段子有内涵聊天更好玩的 搞笑娱乐社区内涵段子APP 好笑视频 至此 第一季演员的诞生三强已经产生 演员翟天琳 哇 说那么 演员周一维 我护着的是她吗 演员蓝盈盈 走得越远越好 节目组根据三强性别组 从事先准备的三个剧本中 选出冠军之战的巅峰剧目 庄七 翟天琳第二个选择 她在成英和韩爵两个角色中 选择了韩爵 韩爵 周一维将饰演另一个角色 成英就让我们一同见证冠军的诞生 第二季演员 接下来三位 我们为最后精彩的呈现 来一个合影 英语哥我有看她的表演 我觉得她属于那种很有诗意 很有韵律 我希望通过明天的这个表演 跟她能有一个交流和接触 我还挺希望跟盈盈一起演个戏的 我特别喜欢她在前面那个演的 马森那个角色 举重若轻 好看极了 他们两个我都没有合作过 在这个舞台上 都对我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伙伴 全新的对手 这样的戏得排半个月 而我们现在只有大概年代睡觉 十来个小时 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好难啊 拿到了赵氏孤儿 而且就真的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准备 但凡错 整个节奏就全部垮掉 我今天晚上睡不了觉了 因为节目组给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所以我回去要把整个古文的台词背上 没有退路 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和难以表达的故事 像赵氏孤儿这样的戏剧 不管是各大艺术团体 没有几个月的排练是不能拿上舞台的 好难演啊 也是大生大死 这是一个冲突非常剧烈的情感冲突的一个戏 当然我希望看到一场激烈的碰撞 这个词非常难 戏剧啊是有规律的 不是站在那就可以一眼 其实挺崩溃的 大人说将府遇有一子 如有走失 我以命相处理 问题是在于 现在给我们的这个词和我们要演出的时间 实在是太紧了 他绝对算是我这些戏剧当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我与我 有路可逃 赵家辅佐军王三代 可惜凌功荒隐 赵家无法再做两个人 不良臣 不想军 臣不想臣 一个小时啊 楼上要见观众了 赶紧把这词背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事情 既然我们三名都走到一起了 我就是想好好的踏踏实 给大家一起演个戏 把它当成游戏 各种名义的嘉宾 他们手中的票数决定他们的喜好 这个喜好 可能就是今天的胜负 我觉得周一维胜出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我当然觉得是蓝盈盈 我心目中王者肯定是翟天宁和周一维 我比较看好蓝盈盈 可能更看好周一维 我肯定预计是周一维了 享受比赛 享受这个舞台 带给观众们好戏 你们就赢了 加油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春秋时期 晋锦公寿辅伯将军图万古的蝉眼古惑 下令朱沙晋国大夫赵寿 一夜之间 赵家三百余口惨遭灭门之祸 就当这场杀戮正在赵家的相府中进行时 身怀六甲的赵朔之妻 庄姬在相府内产下了一个男婴 这个男婴也成为了赵氏一族唯一的血脉 陈达里还是相府宅院 这满地的血呀 这三百余口人哪 三代辅佐尽王进洛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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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散 万类之际 生者已死 死者幻散 成因 拜见 终极 万类之际 生者已死 死者幻散 万类之际 双基 可是有哪里不舒服 让小明看看吧 不舒服 你是赵家的朋友 成因已为赵家 求诊问病 多年了 我没病 只不过诞下一词 恭喜 赵家有后 你 你当真欢喜 赵家 不该绝后啊 你喜欢玩 是吗 把他放在药箱里 带出扶门 装机 可是想要小人的命 把他放在药箱里 上面铺上草药 不会有所察觉的 让府门外 众兵严守 小明不能死 小明还不能死 我让你活 我让你活 事关武儿性命 你不能死 撞机 怀里抱着的是 晋王之后是相府之孙 小明 小明 丹成不起啊 你带着孩子走 让他活泪 庄晋 庄晋 小明想办法 借你母子二人出去 咱们先逃过这一劫再生 关谷已经下令封锁全城 搜谷欲杀之 一日不见我儿 就要杀平民一刺 我儿子 我幼儿 又无处可逃了 陈寅 我是母亲 是母亲 一个母亲 弃血残兵 枝壮无形 承宜 承宜让他活 让他活 承宜 让他活 救命啊 从此以后 你就是武王的父亲 承宜 我承宜 让他活 我承宜 你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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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宜 你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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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宜 你承宜 承鄞 记者 五儿是静王之女所生 是赵家厚人 陈英 夜半三晶 你为何出现在赵府家门 安大人 陈英是被庄姬所患 出诊问病来的 那庄姬为何而死啊 庄姬思念王夫以及晋王 他又瞧见这抄家灭门 惊恐忧思欲慎 可小民无能啊 小民无能为力 小民只想走 哪知道那庄姬劲 自吻在我眼前 小民 仓皇 放屁 你呆立无语 怎可谓是仓皇呢 这乡内何物啊 讨要 打开 要知道 藏匿者 九族不留 赵大人 那箱子里的草药宝贵 乃是小民 活命之物 来往大人 刀下留起 传令下去 封锁相符 不得有人进入 卫下 一介草民 勇气可嘉 大人就别再取笑笑面了 你与赵家交好 我给赵家 干过十余年的病 既无赵家交好 你为何以命相抵 邦才 刚刚诚意与赵姬 那庄姬 以命相托 我自当以命相抵 你九族不留了 韩大人高看小民啊 小民家中不过只是 一妻 一子 而息 一子 在下 佩服 可是这乱臣贼子 就真的值得你舍命 我与赵家 君子之交淡淡如水 可这赵家被冠上逆臣之说 那是朝野之古度 那是众生之杂谈 世人自有分辨 如若将军 今日若将军放行赵家之后 小人 自当诚意 赵家之时 向中可有夹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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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放弓 你 退下 速将逆臣之说解释下 小民斗胆一说 愿闻其详 逆臣 野心自然 多失欲望驱使 可是这赵家 依奉了三代君王 是非成败自有公论 就算这新军登基 他真的对赵家有什么想法 那也轮不着他图案将军 就下了此之意 就直接将赵将军家就如此灭了门了呀 这才是赵家的祸乱之源 报 报 韩将军 图案大人有令 命韩将军 携成鹰 反腐待审 将军 敌人 小民只求肃死 承英 你诚信与赵家 怎可一死了日 自当 煎烧誓言 郑君 现而今 纵使你我插翅 也难敌得过那图案大人 已经下了的 斩尽杀绝之令了 斩尽杀绝之命 我以为 做人 上尽父母下尽妻儿 此乃人礼 做臣 忠君爱国 此乃君礼 但人生天地之间 皆莫过于一家 此乃天理 可如今君不像君 子不像子 臣 以何为 国之爱啊 我本就是晋国的将士 也理应跟晋国共存亡 说到此 说到此 承英啊 你就好生带着赵国的孤儿 逃命去吧 将军 承英 我本身为武将 自该抵御外扣监公 不像我国一派割武 无杖可打 我已无功可戒 理想自行幻灭 我与他赵家本无挂碍 也与他图案骨 并无勾连 只感恩一时 今日之举讽 怦然醒悟 一时所言极是 一国与一民 本就是一件事 与世 何为 气息尚存呢 命在之时 何为 自断 气尽 命丧之后 你何之周灵 在晋国一面吧 连少 临驾连掌 书远离间 亲近 新人离间老人 强大 凌辱若小 荒银回所有 在这灼乱的世上 我得见一心意 君子 也不奈我在这乱世经 走一遭老 如入不弃 你愿与韩绝 做个朋友吗 将军乃是 当世英雄 小明 当不己 人生得以君子 足矣 承英 你对赵国有义 我却对你有情 可是如今 我在这图曼大人处 天是那不忠之臣了 承英 承英在 带着那赵氏的孤儿 好生在这世间行走吧 死亦 活难 孩子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父 你就是我儿了 你要记着 你永远 你永远 是赵氏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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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感谢三位演员 还有超级战鼓的刘千驰老师 非常棒的一段演出 巅峰对决就是不一样 火花战队有两位队员出阵 满意吗 我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天林和盈盈的演出 大家发现没有 其实都是文言文在这里边 包括一围 然后那么多台词 就那么短的时间就排 他们三个人好像从昨天到现在 只睡了三个小时 就说只能说感谢三位 就这样 则一导师 他们太不容易了 我知道 我的手都是麻的在这儿 我的心一直是狂跳 他们羡慕了我的那个情绪才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讲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我谢谢你们 我 我做不到 你们都做到了 你们太棒了 单单导师 你作为观战导师 三位演员的表演 你都可以评价 有请 这个演出 我认为是一个奇迹 因为不可能 只在这么短短的时间 你们可以把台词记住 然后带着所有的情绪 这么饱满地演出来 严丝合缝 我觉得十几个小时 不可以想象 谢谢你们 天池老师 我知道你昨天 两点钟才把他们放走 然后呢 你又改写剧本 早晨七点多钟 才给他们发了新剧本 对 今天的呈现 你满意吗 真的 我觉得 我们共同一夜没睡 在这里 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 谢谢丹丹姐 谢谢大家 我谢谢三位演员 好 陶红 这三位选手 今天站在这里 你们给这一季的 演员的诞生 画了一个特别完美的句号 然后对自己职业的这份尊敬 我向你们致意 肖屎孤儿 我觉得看完之后 我会觉得特别有意义 我会觉得就是 就是想到我们 就是所有的这种 就对表演的这种信仰 还有对于表演的热爱 就像就是牺牲了很多人 送出去的这个孤儿一样 就像演员诞生 他演员不是一部戏 就让你红了 就诞生了一个演员 演员可能是用一生去修炼 怎么去做一个演员 今天我觉得依为的表演 称得上伟大 称得上伟大 就是突然让我看到了一个 大演员 就这个真的是让我不知道 这一夜之间你怎么改变呢 宁英是以往的好 你的内心的力量 像把锋利的刀子 非常棒 谢谢 天宁 我想说 其实我对你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今天我感觉就是 韩将军的 就是他内心的这种自我的醒悟 到自己的这种 我觉得这个过程 我感觉我没有完全看到尽兴 而且这个角色其实是有空间 能够让你产生这个转变的 我一直觉得影视 它是有一条自己的生态链的 他们互相制约 有彼此成全 相比而言 我们说作家就是放肆 编剧就是克制 编剧就是放肆 导演就是克制 那导演就是放肆 可能预算就是克制 但是如果演员要是放肆 可能观众就会放弃 那演员是整个影视产业链条里面 最终端 也是最直面观众的那一环 演员是演技和人品的结合 因为演技和人品是需要被大写 被加粗 被放大的两个词 还有一句 我想送给改于第一个吃螃蟹的 这一档节目 你经得住多大的诋毁 所以就担得起多大的赞美 好 谢谢 因为我们三位演员 这一路走来 让他们坐下来好吗 他们一夜没睡 对 他们太累了 来吧 孩子们 坐下 太心疼他们要晕倒了 来吧 孩子们 来 盈盈你坐中间 天灵 你坐得下吗 坐下吧 来 感谢 让我们感谢丹丹老师的习心 谢谢丹丹老师 好 谢谢丹丹老师 好 二位导师 给自己的战队的队员 拉票的一个环节 紫怡导师 你先来吧 我很感谢这个舞台 很感谢有这么多可爱的观众支持我们 希望大家真的爱演员这个职业 爱我们这一群疯狂的演员 无论谁得了第一 他们都是值得的 谢谢你们 我其实还是那个话 就是说那个 记住他们三位 也记住所有的 站在舞台上过的 那另外45位演员 但是头呢 就是按照你们自己所想 因为这个可能是给我们 以后我们的表演 按照你们自己想要的一个方向 想要的一个什么样的是最好的 你们按照你们自己心去投就好了 就这样为他们三个人拉票 为了让最后的这个表演 回归以观众为本的初心 三位导师 决战评判官 决战参谋官 决战军师 十二位专业评审 在本场竞技中 都不再具有投票的权力 结果将只由260位大众评审 和50位媒体评审决定 260位大众评审中 五分之一的人 将和50位媒体评审 一起上台投票 其余五分之四的观众 依旧通过投票器来决定选择 所有人做出的选择 所有人做出的选择 都仅代表一票 好 丹丹老师 我们一会儿会有五个 OPPO 21S的手机 送到您的面前 因为我们将260位大众评审 分成了五个号段 丹丹老师 有请您来为我们 从这五组当中抽取一个号段 209到260号 谢谢丹丹老师 谢谢 接下来请208位观众朋友 投票 谢谢各位 现在208位观众朋友的投票结果 我们已经收到了 公正人员和导演 正在紧张地统计投票结果 接下来52位观众 评审将开始一一投票 有请第一位 有请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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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位观众 好 好 谢谢您 场上的52位观众 把25票投给了周一维 11票投给了蓝盈盈 16票投给了翟天玲 接下来有请50位媒体评审 做出你们的选择 最后一位媒体朋友 最后一位媒体朋友 此时此时此刻 台上三位荣耀演员分别拿到了40票 43票 19票 接下来请允许我用OPPO RCS将这一颗记录下来 好 好的 谢谢各位 为了节目的保密性 在这一张照片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请所有的观众朋友离场 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 谢谢大家 根据我们的工作人员指引离开我们的现场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 公正人员和导演组经过紧张统计之后 还有208位观众的投票结果即将送到舞台之上 有请导演 谢谢 谢谢 最终的结果就在这个信封里面 剩下的208位观众朋友一共有 天灵 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真是风风雨雨 这个过程是我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 我感恩这个舞台 天灵 三十八位为你投票 总票数 五十七票 周一维 蓝盈盈 在剩下的一百七十位观众朋友当中 周一维拿到了 表演到了这个层面上 其实没有什么调分与细的可以去说 真的是在这一瞬间 你喜欢谁 你就把这一票投给谁 周一维呢 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重复过子 他戏非常的稳 很难讲 一百零六票 一百零六票 云易获得六十四票 总票数 周一维 一百四十六票 获胜 演员一票入戏 两千万看清眼器 恭喜周一维成为本季 演员的诞生 总冠军 我想我们先有请刘叶导师上台 为蓝莹莹 为这个翟天琳 来颁一个奖杯 蓝莹莹在这个舞台上 有许多让人记忆深刻的瞬间 她可以柔弱 可以干脸 可以妖娆 可以霸气 她还是六位演员中 年龄最小的一位 因此节目组特授予她 新锐演员的诞生 有请刘叶导师 为蓝莹莹领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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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琳 你的获奖里由 翟天琳作为唯一一位 挑战导师成功的演员 你在这个舞台上 带来的每一次表演 都稳扎稳打 百变的角色 也成就了她 与众不同的魅力 节目组特授予她 魅力演员的诞生 接下来我们也要有请 冠军导师西土部队 张子怡老师 来到舞台之上 为一位颁奖 当然 也要有请丹丹老师 一起来到舞台之上 和我们共同见证 都请天职老师 也到这个舞台上来 有请子怡老师 为总冠军颁奖 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切才刚刚开始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大不了 将来我再去揭晓日本的一条船 我觉得周一伟身上有很大的磁场 而且他是一个爆发力和张力 特别强的女人 你别诬陷我啊 我就是老强 周一伟 你的生命特别有特点 特别有魅力 永远别丢掉自己的生命 周一伟 刚刚 他完全连台词都没讲 他就镇住了我 我护着的是他吗 我护着的是你啊 你永远 是赵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演员诞生的第一季总决赛 到此已经全部结束 但这绝不是终点 演技的提升 演员的成长 永远没有止境 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 最爱你们了 最爱你们了 短短三个月间 这样一群人 用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 展开了一段又一段 精美的故事画卷 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 是应该得到这种敬畏 因为他们毫无保留的 把自己的情绪 身体 心灵 全都奉献给一个 跟自己毫无关系的角色 表演也是一门 有将心的一个艺术 为了真心 为了将心 为了信念 他们全力以赴 精益求精 你这个脸蛋 刚才是屏三要四年 我常常很害怕 有一天观众不需要我 所以跟观众维持 这个信任感 是我毕生去追求的 演员的诞生这个节目 其实就是一个破壳而出的一个过程 这个舞台真美好 就是让我们看到了青涩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 我们可能不熟悉的演员 他们的伟大 亲情 有情 爱情 爸 我爱你 我爱你 要多保重身体 多吃蔬菜 多喝水 我在这舞台上看到了美好 看到了善良 这是一个教科书一样的表演 你用真心演我 我就用心看你 我看不见技巧 矛盾 挑战 和解 我还能活着回来吧 我是杀人犯 我要自首 我会这么适应 他们两个一定要坚持说 把这段舞蹈演出来 为这种精神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鼓励的 年代睡觉 十来个小时 没有几个月的排练 是不能拿上舞台的 三月二十八 我等你 我是杀人犯 我不想让你走 我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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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点 这个演出 我认为是一个奇迹 因为十几个小时 让他活力 严丝合伙 不可以想象 演员的诞生 是一个又一个梦想的诞生 演员在舞台上 诠释着角色 但是流着自己的泪 足以让你燃烧你所有的激情 去饰演 燃烧你的生命 去完成的这样的角色 为演技两字 去争口气 今晚 节目在这片写满芬芳的舞台上 精彩收官 明天更多优秀的演员 将怀揣梦想 怀揣匠心 在表演艺术的世界里 精彪细琢出 更多优秀的作品 我们真的为我们是这个职业 为他自豪 新春将至 在这个舞台上 表现出色的部分演员 将在您合家团圆之际 再次团聚在节目中 用他们最拿手的方式 带给您 拥抱春天的美好祝福 演员就位 表演 开始 作为演员 真是我一直的追求 舞台再变 初心会变 我只玩真的 一个眼神 也可以是最纯粹的表演 这是一个梦想的舞台 我在这里等你